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如果我是白手卿家的 我喜歡當我是普通的屋邨人 我不會走到這條路 你問我最大的推動力是什麼 就是恐怖沒有人 當時01年911之後 我10月10日被人解僱 當時拿著大概200萬港幣回來 就買了這本書 在這裡看 你能開始逐一頁逐一頁 創業都是兩種方法 由零開始買入一個現成生意 但沒有人買賣現成生意 當中又看到有商業企業 就是這樣開始 2013年7月份 我公司大執委 當時仍是三百多人的公司 專門買賣生意 我決定常間公司 所以我想轉做專注商譜基金 因為我覺得商譜基金的前景 好像比較好 你剛才說話 什麼富二代繳一隻手 我13至16年 有三年時間迷失了 迷失到很不開心 媽媽會跟我說 其實你不用擔心 你繳一隻手 有些家人一輩子都不用做 你不用擔心那麼多 總之就放鬆 所以你問我最大的推動力是什麼 就是恐怖沒有人 如果我是白手興家 如果我是普通的家人 我不會走到這條路 不會 因為我起碼知道一件事 我識字衰得盡 我家人會支持我 財務上、資金上 他會支持我 我起碼會推動 我會放膽 我相信是不會睡覺 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 因為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做那件事 我怎樣能夠全世界 沒有人厲害過我 我想不通 我買公客 有很多人厲害過我 我在英國看店 地頭蟲厲害過我 我住宅有很多人的錢 多過我 變成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我那時就跟一些基金找我 去教訓買商場 那我實心想 商場我怎樣跟那些大基金的評 我怎樣跟領匯爭呢 那我想不通 我要很清楚 究竟什麼是說不 我很清楚 不要貪便宜又去了 買了停止場 貪便宜又買了公客 那你跟一般其他投資者 沒有分別 在鋪市 個個這麼有錢 我們怎樣特位而出呢 那變成我們要很專 那時候讀過很多 一些什麼 所謂的表現也好 即是主導市場 也好 strategic marketing也好 authentic leadership也好 讀很多這些課程 很肯定的 令我想起 我們現在希望 3000萬樓下的店鋪 街鋪 我不要香港有人 賣出得多過我們 買入很容易 你100多個身家 可以賣入各多間 但是賣出才行 為什麼呢 我還記得 以前13年前 我買賣生意 我是有信心度 我說就是市場規矩 但在那一刻 我沒有一個信心 就是在店鋪的層面 或者在地產層面 我沒有人 我拿不到那種感覺 今天我又開始拿到那種感覺 我5時9起床 7時送我女兒上學 7時9時多 我就開始看報紙 了解一下行程 8時多 要出去看店鋪 主要做三件事 一 就是看看市場上有什麼成交 二 就是看看市場上有什麼新的放盤 三 當然很多時候 要跟經紀去行店鋪 進去打聲招呼 看看有什麼本放 又問有什麼租客好介紹 看到街上熟悉的租客 拍照也好 跟他們聊天也好 記住租店找我們 現在手上拿著13間 還沒買的 剛剛就上個季度 第一季 之前買了8間 希望這一兩月又買到一間 總之下去轉 手上播放 決定 edit Mu純 Kathleen 她 記得 這個 好 要